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弟兄节目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们今天会在旷野中为各位查考圣经 我们今天查考使徒行传 是第九次查考使徒行传 我们今天还在第五章 那么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呢 上次我们讲到一个听起来蛮可怕的故事 亚拿尼亚跟萨菲拉这两个人 他要把田产卖 然后进去到这个教会的圈子里面去 当时的教会呢 弟兄姐妹和勿勿同居 凡勿共用 所以他们不用为生活担忧 在那边专心的学习神的道 但是亚拿尼亚跟萨菲拉这两夫妇呢 他卖了田产 他自己扣留几分 然后就想要进去 其他的钱放在彼得脚前 彼得说你们这是欺哄神啊 结果丈夫先死了 丈夫因为自己的罪死了 然后几个小时以后妻子来 彼得再问他一次 他还是说这就是我们所有卖的田产的钱 妻子也死了 我们上次说如果要给这件事情取一个标题 我可以取到什么 叫圣灵杀人 是不是 圣灵会杀人 这跟我们想象中的圣灵很有很大的不同 现今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想到圣灵的时候呢 想到什么呢 想到圣灵要给我做见证 我能够说方言 圣灵感动我说方言 所以我 我是说方言的基督徒 我比这个其他的基督徒要高一点 因为我说方言 然后我就说圣灵给我感动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看我常常有圣灵给我的感动 所以呢我们是怎么对待圣灵的 我们拿圣灵当做一个 怎么讲 一个是不是我们当做一个垫脚石啊 是不是我们当做表现自我用的道具啊 可是事实上在这里第五章一开始 告诉我们 我们不应该这样子看待圣灵 圣灵是神 而神呢是可敬畏的 在这件事情传出去以后 使徒们才常常到这个圣殿里去 在所罗门的廊下讲话 很多人呢 尊敬他们 但是也害怕他们 这里讲到一个 人们对这种事情的敬畏 其实我常常觉得说 现今这个世代 什么都很好 世界很好 我们粮食的生产量 翻倍的上涨 比起我们一百年前的祖先 头一块地因为有机械嘛 有石油嘛 有这种能源 他们可以易机械化的耕种 我们粮食的生产力是以前的多少倍啊 至少四五倍吧 我不敢说十倍 但是最起码有四五倍 运输也快速的不得了 以前这农民要凭自己的力量 一包一包的收起来 晒谷 在广场上打平晒谷 然后最后把麦子打了 一包一包的 放在牛车上 马车上 拉到城里头去卖 现在可好了 现在这些收割什么都机械的 你去看美国那个田里面 那田是一望无际 很大很大的田 但它的收割机器跟一个房子一样那么大 我不能说是真的大房子 但是像小房子一样 那个驾驶舱在这种高度 你得咚咚咚才能爬上去 爬上去以后你就开那个机器 新的机器呢 哇 太厉害了 它有GPS自动的 按照你 你只要告诉它你这个田的位置 GPS给它定交以后 这个你就坐在那个里面 你负责看的有没有意外发生 然后那车子就按照GPS的路线 它给你规划就按着这个 你要是打鼓收割 或者是说播种 或者是把那地挖身 你告诉它什么模式 它就自己这样 自己的前进 然后把那地整个都cover了 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然后呢在家庭中也是以小家庭为主 以前的人呢生五六个孩子很正常 在我妈妈生我那个年代啊 那个时候叫那个生计啊 计划生育是说三个孩子恰恰好 后来我妈妈生完了三个以后 政府就改了说两个孩子恰恰好 我妈说哎呀这个政府怎么这样子啊 可是没有办法 现在的家庭都是以小家庭为主 中国大陆就更少了 中国大陆就更少了 有很多的家庭就是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 那孩子宠的不得了 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啊 就非常非常亲密 在以前的时候呢 你一个人生了五六个孩子七八个孩子 那孩子对父亲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圣经里启示说神啊是我们的父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神跟看父亲一样 可是你知道吗 父亲是慈爱的 父亲是非常慈爱 但是父亲也是有威严的 当然在这个时代除外 在我们之前的时代呢 父亲都是有威严的 我们有的时候要尊敬我们 尊敬敬畏我们的父 其实我们对于神的态度就应该是敬畏 而不是像现在的家庭 小孩子可以爬到爸爸头上去 抓胡须拉头发 爸爸都不能怎么样 还要宠了他灌了他 在人类大多数的时代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对于父亲也是一种敬畏 对于神那应该是更加的敬畏 我上次讲到圣灵杀人 其实这没什么 神本来要夺人性命 要取人性命 那是可以的 你今天做了一个瓶子罐子 你觉得做的不好 摔碎了有罪吗 一点罪都没有 这是你的权利 你可以这样做 那神造的人呢 人是神所造的 神使用人 可不可以也不可以 当然应该可以 但是我们因为现在教会里教导了习惯了 常常又看不见神机其事 所以明就放肆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 我回想起来我在这一生当中我看过一些地方 我按照顺序讲给你听 我们在国中高中的时候有上工艺课 工艺课里面有工厂 其实真的说惭愧话 那是我唯一见过的机械工厂 进去有机械的砂轮 订锯 在旁边转来转去 这个走道这样 我们走过去 你要到你的工具旁边去工作 后来我看到影片上呢 比如说特斯拉的工厂机械化 也是这样在里头工作工作 其实我看过一些公安意外的影片 当人不小心跑到这个机械币的范围之内 可能就会被机械币给夹死 被打死 至于我呢 我在两年之前 全职做传道人之前 我曾经在一家公司 这是矽谷的高科技公司 叫做 名字还是不要讲好了 但是呢 我们在那个公司是做那个电器设备的 不是电子设备 是做电器设备的 那我在那个地方我们做软体 但那个里头我们所处理是电器 什么样的电器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实验室 进去以后 它中间有柱子 然后那个机器就架在那个柱子上面 我们所工作的那一台机器 当然那里头有四五种不同的机器 我们所工作的那机器就是架在上面 上面有三个这样端子 三个端子下面一个大盒子 我现在放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呢 不是在我们实验室拍的 是在我们公司的其他实验室拍的 不同实验室 但是那个里头的机器是一样的 那它里面有电路板 我们可以去里头把那电路板拿出来 写那个改写新的program 有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实验不需要 我们网路就传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就开始做实验 实验不对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检查一下 诶这个是不是sensor有问题啦 什么有问题啦 所以那个实验室对我来讲 就好像说是差不多像我们家里的厨房一样 有的时候去对不对 就是甚至里面还很安静 很安静有的时候呢 不想别人打扰里头 你可以拿杯咖啡里面 到里面坐着假装在思考 但是呢 有一天我就是在里面弄东西的时候 不是喝咖啡 在开始装东西的时候 我一个老的同事 年纪比较很长 在我离开之前他就已经退休了 但是那个时候他还在那边 他就看我去拿东西 他就说Tim 你怎么没有按照这个规则 没有按照规则 我说什么规则 他就跟我讲解了规则 你必须先怎么样把那个安全的东西 先确定关掉什么一个链子 一个就是接地线 接好以后你才能去动上面的东西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 这个都没有电了 然后他就 他也不说话 他就指着我看那个上面一个标签 标签上前面有个空格 你可以用那个签字笔写上去 这是多少 后面的单位呢是KV 所以这个仪器呢 它所可以处理的电器 什么时候断电 什么时候负电 这个是可以用遥控可以自动的 我们做的是一个这样的仪器 它所处理的电器的这个单位是KV 就是千伏 我们一般家里用的是120伏 就是说你要大一点电力用240伏 你要知道120伏电人不一定电死 240伏很可能一电就死 那我们那个机器呢 所用的这个单位是千伏 也就是说它可以通3000伏6000伏的电 然后当你前面有这个短路或什么事情发生 它就跳开自动断电 然后之后它来试探 试探这个前面这个短路消除了没有 它会自动接回去 比如说一个小松鼠爬上去 电线杆跟电线一碰 就整个断电对不对 那个断电呢 是有很大的这个短路 可是那个松鼠的尸体可能一下就弹开了 所以呢你也不必送一部卡车上去 用人去把它那个恢复 它这个机器过一会 它会自动试探一下 前面短路还继续有没有在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机器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机器 是处理这么大电流 只是我们是一个软体的实验室 我们那个LAB是一个软体实验室 不是有关真正的电气实验室 如果你到我们公司其他实验室去的话 同样一部机器 很多是真的通了电 很多是真的通了电 他们可能不会用这种真的几千伏来做 他们可能就通一个240伏 让这看看有没有这种反应就行了 可是如果你到这个实际的这个应用场所去的话 这个机器可能就通了3000伏6000伏的机器 这个习惯你要养好 即使在我们的软体实验室里面 是的机器都没有通电 可是你上去动手的时候 你还是应该遵守一个叫SOP的 现在台湾人都知道什么叫SOP的 Standard Operation 对不对 你要遵守这个Operation 你要动它的东西的时候 你先怎么样 先确定几个这个开关 安全的开关都拉下来 标记清清楚楚是off 这个时候你才能上去动手 我那个同事他也没讲很多 因为他也不是我老板 他只是一个比我更资深的工程师 他就指那个标签这样看看 然后他就走了 我就知道那一刻我就知道他讲什么 今天我们在教会 我们谈耶稣啦圣灵啦 有的时候神的行为离我们好像真的很远很远 我们没有实际上看到神的作为 因此我们对神失去了那种该有的敬畏 我们常说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那我们真正的是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们还是我们口说是 但是心却是非呢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十度新传》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 我们不可以侵卖圣灵 圣灵是让我们得救的 他凭几亿挑选给你恩赐 我们对圣灵或对神应当都要有同样的敬畏 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他们有的这个态度是对的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对圣灵好像是说 就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这个机器通电一样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机器通电 不觉得它很可怕 但是有一天你到一个通电的机器旁边 你还这样做的时候 那你就危险了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不要等到神的作为 神的这个愤怒出现的时候 我们才警醒呢 还是我们平常就应当敬畏神 就应当警醒呢 好 我们今天继续要继续讲 要继续往下讲 我们今天可能应该把第五章结束 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第五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四十二节 那么现在就把经文打在荧幕上 那么现在就把经文打在荧幕上由我来为大家来念 十五节 十五节 大祭祭祝福福祭祖 with the Ganz 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间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21节,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 大祭司和他的同仁来了,教旗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间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 但差异到了,不见他们在间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官的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极致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24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泛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 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间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 于是,守殿官和差异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 27节,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 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回到我们身上。 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灵,也为这事做见证。 33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 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 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 37节,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迎诱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 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40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 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位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今天我们是看不到日出了,这个日出就在云后面,现在看那边一变橘黄色的天际,但是今天风很大,昨天下雨,所以今天天气很湿,所以我们这属于又冷又湿又风大,所以我在这边是蛮挣扎的,虽然戴了一件防风的外套,好像还是不太够。 今天的气温是华氏60度。那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哪里?我们看到使徒在耶路撒冷行了许多神迹,不但是开始医治了一个生来且腿的人,后来这件事传开以后,有很多人就把他们家的病人,被裹残磨的啦,都带到这个使徒附近来。 甚至期望彼得的影子能够再晒到这些人的身上,这些人的疾病,被鬼残磨,甚至就好了。 这些神迹奇事伴随着使徒发生。为什么呢?我们上次就讲过,这个是什么?是神以神迹奇事,为使徒做见证,为他们所传的道,所传的福音做见证。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听到一件道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怎么知道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神会给我们做见证。 但是我们是不是永远都有神迹奇事呢?希望说神常常替我们做见证呢?神就不一定这样做。 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想要劝福人,最好就是像这样,这个时候传福音多容易啊?信的人很多很多,因为看到真的我带一个病人来,他就好了。 好了,回去跟我家乡人一讲,很多人就觉得说这是真的,这个就信了。 对不对?有这么明显的神迹奇事在使徒周围发生,那很容易人就信了。 但是在这个世代当中,不一定常常都是这样的,已经有教会设立了,已经有人在传讲神的道理了,圣灵也已经自己动工了,圣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使人信主。 何况呢?以神迹奇事来引人信主啊,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他心里的道不坚固的时候,当这个神迹奇事的效果消退了以后,他们也就不信了,也就没有像以前那样的信了。 我们能不能一直靠神迹奇事,然后来维持我们的信心呢?我们不能,我们真的还是要相信,以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以及我们读到圣经上的经文,神的话语,我们就应该要维持我们的信心。 而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一个常态,但是在基督教初见的时候,我们说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是基督教的生日,真正的教会是在那一天创立的,以前那就是说是耶稣基督自己来打仇证,但是圣灵降临那一天是教会的生日,教会真正的在这个时候诞生了,所以那个时候神需要用一些特别的事情,一些特别的事工,来让人相信。 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哎,有这么多人信,那原来的法利赛人跟萨都该人呢,做祭司长的那些人呢,就心生记恨,就心生记恨,这个事情啊,在从古到经都是一样,有人看到传道人,谁传传道,大有果效,主啊,为什么是他,不是我,马上就跟神计较,其实神要用一种信,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哎,有这么多人信,那原来的法利赛人跟萨都该人呢,那做祭司长的那些人呢,就心生记恨,就心生记恨,就心生记恨,这个事情啊,在从古到经都是一样,有人看到传道人,谁传传道人,谁传传道,大有果效 要用谁做这个工作,不是神的主权吗,神不能用这个,这块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用那块泥做个卑贱的器皿吗,其实这都是神的主权,我们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这些人呢,他们是,原来是在做神工作的人,原来是这个信仰的中心,现在呢,一下子看到这些使徒行这么多神迹,他们心里又记又恨, 于是就下手抓他们,对不对,要把他们抓起来,于是他们就去把他们抓起来,可是这里,十九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间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所以主的使者告诉彼得,告诉彼得他们说,这是生命的道,你们要去讲给百姓听, 要他们去讲给百姓听,所以彼得这时候,怎么样,他是要顺服人呢,还是顺服神,祭司长跟这个撒都该人教说,你不可以讲这个死人复活,你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他们之前有没有被抓一次啊,他们之前有被抓一次,但是彼得那时候被圣灵充满, 他就,让这个大祭司都没有办法说服他,他说的话,大祭司没有办法反驳,于是大祭司没有办法把他们放了,只是吓唬吓唬他们,但是这一次,他们就下手了,把使徒抓在,关起来,关在外间里面, 然而,监狱能关得住福音吗?监狱关不住福音,神要为这些事做见证,甚至死者,神的差遣死者下来,开了间门,把他们放出去,好,我们继续看,第二天早上,天将亮的时候,这些人就进来, 要叫其公会的人跟以色列众长老,要把他们提审,于是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是差异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告说,我们看见监狼关的极妥当,看守的人站在门外,极致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这些是,这些祭司,守殿官,他们所能控制的地方,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神的死者,行了一个神迹,门是关得好好的,监狼没有破坏,看守的人在外头,那使徒是怎么出来的? 监狼的门是没有办法从里面打开的,要这个看守人从外面才能打开,对不对?但是,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哦,比那个David Kurpofer,就是那个魔术师,还要更厉害,魔术师都还借助什么灯光,幻影,有的时候,他这个精心大致的,他这个一个逃脱,从一个箱子里逃脱,那个箱子是他造的,里面有什么机关, 都可以,对不对?但这个监狱呢,监狱是守殿官,他最清楚不过的,镇殿建成,以后有建什么东西,他们清清楚楚,这个监狼就是用来关犯人的地方,里面不会给犯人存留什么机关的,所以,好像就行了一个魔术,其实这个时候呢,祭司跟守殿官们,他们应该知道,这又是一个明明形, 很明显的神迹,明明白白的神迹,他们应该要信吗?他们真的应该要信,神迹在他们眼前发生,神已经在工作,但是呢,但是呢,他们心被忌妒苦毒所捆绑,为什么不是我们?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祖先赖以为生的方法, 传到如今,难道就在我手上失去了吗?他们看到这个神迹,承认这是一个神迹吗?承认神在帮助他们吗?他们不承认,有人进来禀报说,你们所要抓的人,现在又在圣殿里面教训了, 就这一句话,他们就不太多想了,哎呀,他们现在圣殿,那再去抓,又再去抓,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时候,他们的心理啊,跟原来跟昨天是不一样,昨天去抓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是长权柄,今天你看到这个神迹, 你说他们没有影响,他们心里多多少少受点影响,他们心里是多多少少受点影响的,有点惧怕的,又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传出去,百姓支持他们了,他们去的时候就没有再使用暴力,没有再使用暴力无力,他们把使徒请回圣殿里面去,请到工会里面去,要去辩驳这件事情, 那把人带到了,大祭司就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大祭司问,哎,我们不是明明地告诉你了吗,可是彼得怎么回答他,彼得说,我们听人还是听神啊,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应当的, 而且,流这个人的血到底要归在谁的身上呢,彼得明明白白的跟他讲说,是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 其实这个,流这个人的血的罪到底归在谁身上,这个圣经里有很明显的记载, 当彼拉多看到犹太人这么想要杀死耶稣的时候,彼拉多做了一个动作,他拿了一个水盆来开始洗手,他说流这个人的血的罪不归在我身上, 你记得犹太人在当时在行叫什么吗,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7章,24、25节,24节说,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 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是不是? 但是,当时,那时候众人就说什么,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好了,当时是这样讲,才过了几个月, 纪师长就说,你们既然讲这个话,是想要将这个,流这个人的血的罪归到我们身上,你看,当时自己愿意承担,现在就改变了, 可是彼得没有,没有让他们逃掉,彼得就老老实实告诉他们说,是你们杀害的,是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是你们,听清楚,这个没有办法否认,本来就是你们, 但是,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已经叫他复活了,这个听在撒都干人眼里,耳朵又是真是不太对见, 是明明白白的复活,不但是复活,而且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 所以我们的祖,复活以后,升上天高天,神将他高举,是要叫他做君王, 这个君王,他的国度,已经存在,已经建立了,只是还没有降到地上来, 会有一天要降到地上来,到时候全地都要信他,全地都要拜他,他做君王,已经是定了,他做救主, 是要来救我们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而且他将悔改的心, 和赦罪的恩典赐给以色列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罪,要借着耶稣基督得赦免, 是他将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没有办法逃避的, 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今天能够成为怎么样的人, 我们今天能够信主,我们今天甚至能够立志,能够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作,我们不是说听了一个故事,哎呀,我们杀了一个艺人, 我们错了,我们感动吧,我们真的是好后悔啊,不是这样子的, 是神将这个后悔,懊悔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他让我们悔改,然后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能够罪得以色列, 甚至连我们的悔改都是神赐给我们,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为这事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 所以圣灵又给了要加上个特质, 神赐给顺从之人, 所以你要存心抵抗, 你不愿意悔改, 那圣灵会不会加给这些法利赛人跟祭司长, 让他们马上悔改, 不会, 神赐给顺从之人, 甚至这个顺从呢, 是不是神已经也拣选好了, 这些事怎么发生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知道人得圣灵之前, 要有顺从跟悔改的心, 于是神就赐给圣灵给他们, 圣灵也为这些事做见证, 怎么见证呢?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讲的, 这些天上有降火蛇下来, 人说方言, 甚至像亚拿尼亚跟萨菲拉突然的死亡, 还有彼得在这个街上, 这些使徒在街上, 有这么多人, 怎么样? 被得医治, 这些都是见证, 但是听到这话以后呢, 我们看三三姐, 工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 想要杀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呢, 现在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听得到听不到, 但是风很大, 看这个地上的草也知道, 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还是要换一个地方来录影, 那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好, 我们继续啊, 换一个地方是画风整个变化, 这里风没那么大, 从山上下来一点, 看上去, 我刚刚看了镜头说, 好像乌克兰的国旗, 上面是蓝天, 下面是黄色的草, 真是有趣, 那我们讲到, 刚才我们讲到说, 这些祭司长跟守殿官, 这些杀毒该人, 就想要杀害他们, 但是这个时候还好有一个人, 叫加玛烈, 他是非常有名的法利赛人, 他也是后来保罗的师父, 他是保罗是师从加玛烈, 就是他, 他在这个犹太议会中, 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很多人听他讲的话, 他是一个研究神, 不管是从圣经当中研究神, 以及在神的所作所为当中, 观察他去想要探知神的心意,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 圣经学者, 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法利赛人, 虽然是法利赛人, 但是他毕竟是敬虔的, 他真心想要知道神的心意, 他就说了几个例子, 他就叫人, 请这使徒到外头去, 他就对当场的这些犹太人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以色列人啊, 论到这些人,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处理, 其从前丢大起来, 自夸为大, 服从他的人又有四百, 他被杀以后, 这些人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 一个丢大, 后来在报名上策的时候, 就是在耶稣诞生那个时候, 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 犹大一起来, 也引游很多百姓跟从他, 他也灭亡, 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吧, 他们所谋的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 就讲这句话,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 大家想想看, 一个犹大, 一个丢大, 这两个人曾经迷惑了这么多人, 他说如果耶稣, 你看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 如果耶稣是真的像他讲的那样, 他是出于人, 那么现在这些人, 你猜他们会怎么样? 各位弟兄节目, 我告诉你, 加玛列讲的这话非常的对, 如果是出于人, 我们人来谋事, 人来策动什么一些行动, 我告诉你, 不持久, 我们有一句话说, 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 你爸爸所创造的产业, 想传给儿子, 儿子但是不一定, 虽然是父子, 但是都不一定能跟爸爸同心, 甚至爸爸很勤劳, 很有这个冒险精神, 传到儿子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 那耶稣带领这些选的门徒也是一样, 你们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在以前常常喜欢做一件事是什么事? 他们喜欢讨论彼此讨论谁为大, 每一个人都想做大的, 那如果耶稣死了以后, 如果这是出于人的话, 那你想想看会有什么情况? 彼得想做头, 约翰也想做头, 安德烈也想做头, 大家想要做头, 那就没有谁听谁的, 他们必然四分五裂, 丢大跟犹大这两个例子, 有人跟从他, 但是这个带头的人死了以后呢, 诶, 必定四分五裂, 因为剩下能想说, 我的老大死了, 那现在该轮到我了吧, 这个也想, 那个也想, 彼此不能相服, 必定要四分五裂, 是不是? 如果基督教是一个人所创造出来的宗教, 耶稣讲了很多话, 但是他就是出于人, 那么他训练了使徒门徒, 这些使徒门徒拿着耶稣, 我们帮耶稣做个语录好了, 当时可能还没有, 但是后来这个马可福音, 马太福音这些福音书, 那岂不就是记载了耶稣的言行了吗? 我们照这样做, 我们来做个语录好了, 大家分开来传讲, 那我告诉你, 一定会改变, 一定会直变量变, 你传到他, 他传到另外一个人, 慢慢这个教就变化, 就四分五裂, 没有办法合一的, 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 但是, 人的帝国在地上, 转换了多少王, 转换了多少代, 但是基督教, 从耶稣基督到现在, 两千年都没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 因为有活着的神, 因为有圣灵, 我们今天就算是靠圣经, 圣经是一本书, 如果这个书就是死的书, 不管里面讲的东西再好, 记载了再好, 但是它是人所创造的, 没有活着神帮助我们, 没有圣灵帮助我们, 每次当这些教啊, 走得太远, 你看罗马天主教, 本来是彼得是第一届的教皇, 可以这样讲, 罗马天主教这样传下来, 有没有问题呢? 刚开始很好, 但是后来就变样, 变样变样到一个程度以后, 有人觉得不对, 马丁路德出来, 我要教改, 为什么? 他受圣灵感动, 他再把这些教归正回到神, 就是耶稣原先所启示的道上, 而不是在天主教有时候越加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个传说加上这个传说, 他就走偏路,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世代走偏的路呢, 就会有神就猜浅一些先知出来, 在旷野呼喊, 不是说我自己, 但是我其实上我也在做这些事情, 我就在旷野呼喊, 回头吧弟兄姐妹们, 你们真的走偏了, 你们以为圣灵是对你们, 帮助你们至高的吗? 你们以为这些事情是教我们说怎样心应的吗? 我们难道不需要有与得救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吗? 我们都应该有这些啊, 是不是? 而不是一个就是宗教团体, 而不是就是抱着圣经猛K, 而不就是一个表演性质的, 一个文化, 一个什么, 基督教不是这样, 基督教有圣灵的帮助, 而这些丢大犹大这些人呢, 没有, 所以他们的带头人一旦消失了以后, 不管是自然死亡, 或是被别人杀害, 那么剩下的门徒, 他们还有掌握的很多的信众呢, 他们呢, 也必然消失, 事实上的事就是这样, 我们先看现在还有一个机构在地上也很大的, 是什么? 是法轮功, 法轮功, 但是李洪志迟早要死了, 他死了以后, 这个就没有办法再统一了, 听说他们也有在中国有遭了一亿信众, 有一亿人信他们的, 在中国被极度的打压, 所以他们现在很反共, 反共是好的, 但是一定要传那些什么真善忍, 他们走不了太远, 你看着我的话, 基督教传2000年, 他们不会传超过100年, 因为一旦这个人死了, 带头人死了, 他们之后就会四分五裂, 各行其事, 最后就说, 我发觉我做这个媒体蛮好的, 他们就转行做媒体, 渐渐就不是在做宗教, 但是基督教你不管做什么, 最后大家都回到基督教上面, 因为这是出于神, 神会让这个事情成就, 神超越人的生死, 我们人2000年来, 人都生了死了生了死了, 不知道多少代了, 但是基督教一直传到现在, 如果有什么偏差, 圣灵还可以出来纠正, 这个圣灵就是在2000年前赐下这个圣灵, 到如今没有改变, 神是习在今在永远存在的神, 他永远做宝座掌王权, 他的启示是当初是怎样, 如今也是怎样, 就是他会维持这个事情,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 迦玛列讲完这个事情以后, 这些犹太人, 毕竟还是曾经是神所拣选的子民, 他们虽然心里动了杀鸡, 动了杀念, 但是还是被迦玛列劝了回来, 于是他们就没有下手杀了死童, 他们就要看看这个事情, 到后来的发展会是怎样, 于是他们怎么办呢, 你看, 那个时候还是不讲人权的, 就是怎么样, 又把他们打了, 工会就是人听了他的话, 又把使徒叫来, 又把他们打了, 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然后就把他们释放, 虽然是释放了, 但是又把他们打了, 那使徒被打, 怎么办, 你看我们后面记载, 他们离开工会的时候, 是心里欢喜啊, 因为算是配慰这名受辱啊, 是不是, 这句话, 为什么他们这样想呢, 因为这些使徒, 都是曾经是门徒的时候, 都听耶稣基督讲过道, 他在登山保训的时候, 一开始讲道, 神主就讲了这话, 他说,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的坏话, 回报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的天上的赏赐是大,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的破坏他们,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 主在一开始传道的时候, 带着人上山, 他就讲这个, 第一件事是讲这个, 这些门徒听在耳朵里, 记在心里, 真真实实的话, 他们真的相信,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讲一些随随便便的话, 如果我们讲一些随随便便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讲了第二天, 我们都忘了我们讲了什么, 对不对, 但是这事是如此的深刻, 而且这是神真正的, 这个话好像是, 我们有些说, take my word to the bank, 就是说我的话就是我的保证, 你可以拿我的话拿到银行, 好像可以换钱一样, 当然这不是真的, 但是人是说, 形容啊, 形容这个人讲的话, 一定是真实, 你可以拿我的话带到银行去, 就是西方人说讲了一句话, 但是神的话呢, 耶稣基督是随随便便讲的吗, 当然不是, 这些门徒记在心里, 这些使徒你看, 到他们实际上被打的时候, 他们就欢喜, 圣灵也给他们作证, 你们将来有大赏赐, 你配为这个民受辱,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地上传道, 我也常常被嘲笑, 我也被暴骂过, 我告诉你, 我在教会里有参加小组, 有两次经验, 一个被姐妹报骂, 其实被姐妹的话, 报骂是一次, 然后还有几次是这样, 数落我, 好几次, 还有一次被一个弟兄报骂, 可是我真的, 我到那个时候, 我当场虽然难过, 但是没有过多久, 我就开始有喜乐出来了, 圣灵就使我喜乐, 他就仿佛在重复, 再 reconfirm, 再度证实主的话, 真的是真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被人家这个, 因为耶稣基督的名, 不是说因为你做了坏事被人家骂, 你做了坏事被骂, 活该,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这样子受入的话, 那么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主在天上有赏赐, 圣灵就告诉你, 圣灵就告诉你, 你是真的, 你配为这名受入, 好了, 你有一笔了, 然后这些人心里就欢喜快乐, 我告诉你, 就是这样子, 他不是回想起耶稣基督曾经讲婚的话, 而是圣灵就让他们喜乐, 圣灵就让他们知道, 圣灵就让他们回想起主所说的话, 我们人可能很难回想起, 这三年前主在哪一个山上跟我们讲过的话, 我们回想不起来, 但是彼得约翰这些使徒被放出来的时候, 圣灵就提醒他们, 主说过这话, 而且一定要成就, 所以你们是配为这名受入, 你们受入了, 是因为他的名, 那么你们在天上就必有大赏赐, 于是呢, 使徒们出来就欢欢喜喜, 我想我们今天总算是把第五章给讲完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感谢赞美主, 我们下次继续再会, 下次就开始从第六章开始讲起, 现在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生灵的交通与感动, 这三位一体的神, 祂是真真实实的, 在我们当中, 祂是真真实实的爱我们, 祂是真真实实的赐许多的恩惠给我们, 就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这样的神, 愿这恩惠能力,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赞美主, 荣耀送赞都归给我们的主, 阿们, 我们下周再见, 上帝赐福给你们,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刚在山上还真的担心, 可能就没有办法飞了, 但现在这个地方, 下来风小, 我们可以好好的看看周围美丽的风景, 我们下周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